哈喽,boy be 你好 哈喽,哈喽 看看你,昨天没拍这个小熊狗 今天给大家看看他 给大家看看你,大家说想你了 是不是,给大家看看 哎呦,这香肠皮大还粘着呢 嗯,好了 该吃中午饭了 给他带下去 让他接手 尿了没,啊尿了 好 好了 哎呦,然后大家昨天啊 没有见这个小熊狗啊 然后都是非常的想念啊 所以我今天啊 把它带下来啊,让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这样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飞 然后,属食太热了 刚才把衣服换了一下啊 哎呀,不要激动 然后的话,就现在就穿着这个衣服啊 穿这个衣服的话 提前和大家一起过夏天的啊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狗的话就是小熊狗啊 因为昨天没有拍他啊 这两天都没咋拍他 然后的话就是说 现在要吃中午饭了啊 给这家伙带下楼啊 然后的话,准备给他喂喂饭吃啊 好 然后的话 刚才把这个倒的狗粮啊 给毛孩子们给他们解开了啊 然后的话 这个狗啊到我家可以说是没有吃过狗粮啊 刚开始有喂他 但是他不知道咋吃 后来就没有再喂他吃狗粮啊 吃的都比较奢侈啊 吃的都是罐头啊 吃的都是洋奶粉啊 就是这样 今天的话 今天首次尝试啊 让这个小熊狗啊 第一次吃狗粮啊 因为我看他现在体型长的 也是比之前健壮了很多啊 就是这样 所以的话 今天啊 让他吃狗粮啊 看他能不能吃得来 能不能接受啊 就是这样 看他还是很热情的 是不是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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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准备吃了啊 我给你倒倒倒 还是在这里面吧 哎呀 都不用我说啊 这家伙自己又过来了啊 哎呀 给他狗粮给他倒上啊 看他能不能吃得来啊 这个狗 哎呀 我的天哪 家伙第一次吃狗粮啊 哎呀 我天啊 这家伙是第一次吃狗粮啊 他竟然毫无任何的排斥啊 直接开腿啊 嗯 狗直接开始吃 哎呀 我的天啊 看来他的肠胃系统应该是进步了很多啊 就是这样 吃开这个狗 哎呀 吃吧 吃吧 我再给你弄个盆 弄点水啊 哎呀 这家伙正在吃啊 然后突然 去那边去尿了一泡啊 这个狗 真的很搞笑 吃着吃着去尿一泡啊 我以为他要去拉呀 谁知道是去尿啊 就是这样 看来他是能接受的啊 好 吃吧 吃吧 没事啊 没事 吃吧 哎呀 看来是可以吃的 没毛病啊 啊 这我就放心多了啊 这个狗还是 还是 对吧 肠胃系统还是不是那么脆弱啊 不会说排斥啥的啊 真的是第一次啊 记录一下 第一次吃狗粮 这个狗 吃的老香了啊 嘎嘭脆啊 鸡腿味啊 哎呀 吃开呀 小熊啊 然后这个小熊啊 在全身心的在干饭啊 然后我也是很欣慰啊 然后他吃的也是对吧 换句话说 每天吃的也是越来越多啊 我也是 我也是 抓耳挠腮的 对不对 哎呀 我这人啊 就是不喜欢这个夏天 一下天就感觉会有一种燥热啊 身体就是这样 小熊 然后吃的差不多了啊 这个狗 然后的话 就自己找地方啊 去劫手去了 就是这样 也算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吧 哎呦 现在毛孩子长大了啊 也害羞了啊 会躲起来了 大家看啊 对不对 他要躲在那里啊 他用这个东西挡了一下啊 自己找了个地方啊 可能怕观众 对吧 在看他 大家都在看他 他会觉得害羞啊 可能是这样的 哎呀 这个狗也是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害羞了啊 然后捡完手啊 又过来继续吃 哇 那天哪 哎呀 我天啊 这个狗是真能吃 哇 还吃呢 毛了毛了毛了 哇 那天哪 你这小肚子 过来过来 我看看你吃了多少啊 哇 那天哪 你个小胖嘴 是不是 这个小胖嘴 大家看看 啊 这家伙肚子吃的啊 每次都吃的鼓鼓当当的啊 可会吃了 这小肚子 是不是 哎呦 我的天啊 你再去见个手吧 好不好 啊 你看你肖胸张的啥眼儿啊 给大家看看 真的长的是个熊头熊脑 对吧 熊身子啊 真的是啊 大家看看 哎呦 好了好了 去 哪个 你弄水 给他水给他弄进去了啊 让他喝点水啊 给这个狗 哎呀 我的天哪 这这家伙吃吃喝喝呀 真的是要快 胖成熊的节奏 直啊 谁hold得住啊 就是这样 家伙的食量是真不小啊 说句真心话啊 这家伙忒能吃了啊 然后啊 我看这个狗啊 挺喜欢晒太阳的啊 我给他放在笼子里啊 然后给他搬到有太阳的地方啊 让他晒晒太阳啊 就是这样 在这晒太阳 哎呀 然后这个猫孩子啊 现在能够晒到太阳啊 看那美的 嗯 美的很 哎呦哎呦 喜欢这个舒服的姿势啊 大家看 他是不是在打滚 老美了 哎呦 哎呦 这家伙看来是真的是很喜欢晒太阳啊 我发现 哎呀 看大家看他美的 舒服的啊 这比刚才在阴影那个阴凉地啊 阴凉地的时候 感觉他更加的轻松 更加的惬意啊 心情好像更好一样 这也吃完饭了 喝完水了 拉完尿了 拉完把拔了 对不对 然后再睡在这个小毯子里面啊 大家看他美的啊 我里天哪 这这这比做白日梦还美呢 大家看 哎呦 哎呀 然后忙完这些我坐在这啊 我就不坐在阳光里了啊 我就坐在这阴凉的地方说一下啊 总结一下啊 因为 呃 咋说呢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 这时候啊 菲菲要回来了 回来之后 这个 对吧 方方面面的 反正好多事情啊 就是你要说下个星期生也有可能 你要说下下个星期也有可能 你要说下下下个星期也有可能 不过那个应该很晚了 就是这样 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啊 我要 就是说要处理好很多东西啊 一方面是毛孩子们的问题 一方面是家庭之类的事情啊 所以的话 我的事情也比较多 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也是争取啊 每天都拍摄记录给大家 对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因为这个狗的话 说句真心话啊 大家 你看他美的 美的不要不要的 在里面 哎呀 说句真心话 这个狗说实话啊 吃的不算少啊 我只能说 我不能说他吃的多 对不对 只能说他吃的不算少啊 这个狗 另一方面的话 他这个家里楼上楼下 就是这样 哎呀 楼上楼下的放他 真的是 他现在的每天的一日三餐 还有生活作息 还有休息啥的 这个东西就像 对吧 就像真的像一个婴儿一样 真的是我一对吧 就是一手把他对吧 就是就是这样啊 每天都是我帮他去解决这些事情的吧 也算是 就是这样啊 反正是最近一直也没有说 对吧 合适的领养人嘛 就是这样 我这边的话 也是在一边在给他找领养人 一边在养着他嘛 然后就是希望对吧 他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嘛 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吧 也就是这样 反正我也是挺头大的 笑话归笑话 对吧 说句真心话是这样的 他不是说光吃饭问题啊 好多东西 真的复杂 复杂我也说不清 就是这样 还好就是说这个狗啊 优点是很明显的 就是给他足够大的笼子啊 他就能够在笼子里面 他就能够呆住啊 就是这样的啊 可惜就是这个笼子太小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有没有粉丝家 不要的什么大笼子 有没有对不对 给小熊也升级一下猪锁 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挺挺适合一个大笼子的 我感觉给他放在大笼子里面 可能就会省心很多 就是这样 然后一半是生活区域 一半是节手啊 或者什么区域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也会有自己的一定的活动空间吧 我觉得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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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儿最好 让我您帮助一下 这种工作室 对不对 你会儿的 你会儿的 我会儿的 不就是这样 我不可能 我说 你会儿的 谢谢观看